我们现在第一次上课 今天第一次上课 我们的课程的名称 虽然是宪法专题 每个学期的专题会不一样 那这次的专题题目呢 是宪法第22条 大法官解释 汇通示意 就是我希望这个学期主要是在讲大法官 有关于宪法第22条的所有解释案 那既然要汇通示意 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先不管它有多少解释案 但是你可以想象 它可能有的在解释人格权 有的在解释婚姻家庭权 有的在解释等下我要讲的隐私权 等等等等 尤其宪法22条是未列举的基本权 你可以想象到的 大概都有可能会有一天被列进去 所以呢我需要有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一前面的几节课 先要把这个架构提出来 看看这个架构有没有办法作为汇通 就是融汇贯通这些宪法解释的一个基础 好 所以我们上次请大家呢 今天要自行上网去浏览宪法对话的第三十讲 就是我们一般宪法课的第三十讲 好 第一部分我要讲的问题是 宪法第22条的定性问题 这个问题很奇怪对不对 我们说宪法22条这个还要定性吗 当然 我请问你这个未列举的基本权 是什么案件 里面都是谁 这个很难回答 那你不在这个定性的问题上讨论 那就变成任何权利 只要是宪法没有列举的通通列进去 那你对于这样的解释 你感到安心吗 有的可能太无关紧要也把它列进去吗 在这个定性问题上有三说 第一说呢 是吴庚大法官 前大法官 已故大法官 他的宪法解释语适用2003年版 也可以说是国内少数 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个 就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 他说宪法22条呢 不是基本权 而是一些相当于基本权的权利 再讲一遍 这个说法 我的说法 也是他的说法 叫做非基本权说 它不是基本权 宪法22条那些权利 不是基本权 但是是相当于基本权的权利 德文呢 叫做grundrechtsgreiche Rechte 相当于或类似于基本权的那些权利 里面有几个特征 什么叫基本权 宪法的权利包含基本权与非基本权 基本权就是指宪法7条到18条 以及21条所列举的 所以基本权一定是指宪法所列举的 才叫基本权 这是他的定义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定义 但是先要follow他的定义 去理解他在讲什么 那么没有列举的呢 就是他讲的非基本权 这是指宪法第22条所谓的 其他自由及权利 是一些概括的规定 那既然是讲其他 那就一定是7条到18条 以及21条所没有列到的基本权 所以他说是基本权以外的 其他相当于基本权的权利 所以他叫做非基本权 不过我猜想讲到这边呢 可能各位会觉得 这个说法有点 让人容易让人呢 这个模糊或者是混淆 两个明明都是宪法上的权利 一个叫基本权 一个叫非基本权 然后非基本权又不是说 他一定不是基本权 又说他是相当于基本权的基本权 是不是让你感到非常的confusing 和混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如果是我 我是不喜欢的 我要换个名字叫 好 但是第一点是这个意思 第二点 吴老师说呢 列举的基本权跟盖挂的非基本权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它是一种相对而流动的界限 你这个话想起来意思就是说 今天列在7条到18条基本权的 改天或者别的宪法 也许可以列到22条的盖挂基本权 反之亦然 你现在盖挂基本权被大法官解释出来 比方说那你有一天修线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再列回去 变成列举的基本权 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是一个相对而流动的关系 讲到这里呢 你就会问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你觉得这两个有差别吗 你不是说可以移过来移过去吗 这是河水井水 河水井水是互通的吗 好像是这个意思 那他们的性质上只是因为列跟不列的差别吗 性质上有没有差别 我的意见呢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我不会特别强调这个相对而流动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从实物的观点来讲 哪一些东西被自信的人写在 列举在基本权里面 这个跟当时时代背景有关 越成熟的权力越可能被列举 越不成熟正在发展中 我们等等再看看的 越有可能放到22条就一句概括掉 以后等大家去发信再把它列 所以这个吴宁为很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真正比较有问题的是在 下面他讲的这个第四点 对于基本权跟非基本权要怎么理解 好因为我还没讲到第四 我现在讲到第二点 所以呢你先摆一下 好他的第三点呢 是说这个概括的基本权 需要是不妨碍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 这个是因为22条的条文 以上列举者外 除这样这样讲也受到宪法的保障 所以不妨碍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 是22条的前提要件 你如果妨碍社会秩序或妨碍公共利益 你就不会掉到22条的个概括 基本权的范围里 那这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个是所谓的权力的内在界限 不是外在界限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符合这个要件 你就不可以成为22条 这个跟23条说 你有一个基本权 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加以限制 这个限制是宪法所容许的 那个是外在界限的问题 对于这个内在界限跟外在界限 要是有兴趣的话呢 老师有另外一篇文章 叫做违线审查基准体系建构出探 阶层式比例原则的构想 好 第四个条件 吴老师说呢 这个概括的非基本权 不构成修宪的界限 所以它叫做非基本权 是不是 因为我猜499号解释 是吴根大法官主比的 499号的最主要的贡献 在确立修改宪法有实质上的界限 这个499分两部分 有一部分呢 是修改宪法需要遵守 正当修宪程序 第二个部分是 国民大会代表人民修改宪法 有一个界限 有些东西是不能修改 其中包含第二章基本权的规定 这个想法 你们可能有人会觉得 有问题 是不是 为什么基本权的规定不能改 比方说 我们现在觉得隐私权很重要 那没有列在第七条到十八条 我把隐私权加成第十九条 不行吗 一定不行吗 为什么基本权 是宪法修改的界限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有兴趣呢 去看老师对话宪法 跟宪法对话的解说 那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尤其是第十六讲 主要的意思是 我对于这个说法 我是有所保留的 我的意见 你们有兴趣写下来 是在七百二十一号解释 我发表了一个协同意见 我的意见简单的讲 就是下面这个意思 宪法修改有没有界限 本来是有争议的 某些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 写在宪法里 我们这个宪法第几条 第几条是不能修改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纳粹的惨痛经验 这个宪法呢 被政客玩玩玩 玩到最后 实在是名存实亡了 为了避免复制重蹈 纳粹的这种经验 所以制限的时候 我们干脆就告诉你 这个宪法当中最根本的 哪些条件是不能改的 但是中华民国宪法 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你在我们宪法 哪有看到类似德国 法国的宪法 说哪些条文不能修改 没有 所以在我们这个宪法 在我国的宪法 能不能这样解释 首先它就引起争议 但是第二点 我对499号解释 我不是否定 我只是没有完全肯定 什么意思 499号在当时 做出来的时候 是有贡献的 因为那一年 国民大会 要把我们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代表 透过修宪 要把宪法当中 有关于国民大会的规定 最根本的规定 宪法的最根本规定 是说国民大会代表 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他要把这个规定改掉 改成不选 而且全部不选 不是一半不选 是全部不选 全部改成政党比例代表 政党比例代表 就是按照政党的得票数 或者是按照政党的当选席次 来分配国民大会的席次 当时的条文说 国民大会从下一届开始 是400个 国民大会代表400个 400个不用选的 完全是政党比例代表 那请问各政党到底分多少 400分之多少呢 那他说呢 要按照上一次 最近的一次 立法院选举 各个政党呢 这个获得的席次 来作为分配的基准 所以国大不选 我们现在改用立法院的选举结果 作为分配国大席次 谁来分 政党来分 那我请问 政党等于人民吗 政党当然是人民组成的 没错 但是人民有没有不参加政党的权力 人民有加入政党的权力 人民有没有不加入任何政党的权力 是不是 全台湾截至目前为止 大约的统计 只有10%的人有政党隶属 90%的人是没有政党隶属的 那么如果你把国民大会 这是当时按照宪法规定 唯一有权可以修改宪法的机关 换句话讲 宪法的修改 是这个机关垄断独占的权力 这已经不符合权力分立的原则 哪一个国家修改宪法 是把所有的权力交到一个机关 而没有任何制衡的 中华民国宪法有万般好处 但是这一点绝对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没有任何制衡 所以国大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你们还没有出生的那些年代 或者你们很小的年代 国民大会 在阳明山中山楼开会 山上是云雾鸟鸟 人家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突然之间他宣布了 宪法修改了 就长这样 我们是主人 我们是国民主权国家 不是国民大会主权国家 他是我选的 他得听我的 问题是我有什么方法叫他听我的 因为他在里面修改 我都不知道 修改完了公布生效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国民大会 垄断修宪的权利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 已经看到危险了 那我们大法官要不要出手 而这个政党比例代表制的改造 是非常恐怖的 他的意思就告诉你 只要几个主要政党 通常两个就够了 当时是国民党加民进党就可以了 李登辉加许信良 两个人领导的党 就可以让中华民国宪法产生实质的变化 这样子合理吗 那我们主人到哪里去了 政党比例代表 只有政党才能免除他 我们人民没有选他 我们人民也拿他没办法 现在请问你们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他们都有很多不分区的政党比例代表 做立委 不分区的立委 都是政党比例代表 你有投票吗 假定你是民进党员 你有投过民进党内 谁可以做不分区立委吗 你有投过吗 没有啊 我们政党 我们现在的法律 没有要求政党民主化到这个程度 你就是党员 你只有缴党费的份 蔡英文说 我们现在不办初选了 没初选了 所以公子人员就没初选了 那不是征招吗 国民党也征招啊 你有要我也学啊 那不分区代表 根本从来就没有投票过 他们有中职 中职会还是中什么会 国民党叫中常会 民进党叫中职会 还是什么会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么简单 那你觉得这个政党比例代表 是不是颠覆了国民大会 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本质 他已经不是民意代表 他是政党代表 是政党能任命 政党能罢免 人民无可置会 闭嘴 shut up 那你觉得有他们来修宪 行使 国民主权 合理吗 所以宪法 大法官碰到这种情况 而且当年 国民大会修宪之后 因为延长自己的任期 当时 是国民大会代表 如同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大家都说不可 怎么可以这样修宪 自肥 还延长自己的任期 还要改成政党派 不要我们人民选 那我们人民到哪里去 所以大法官说 499号说 宪法的修改有界限 那我721号的意见是 宪法修改有界限 是 那是指的人民的代表 代表人民去修宪的界限 如果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 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国民大会了 任何的修宪都必须要经过 最后要经过人民公投 要有全国合格选民过半数的同意 才能通过的修宪案 这是不是很典型的国民主权的形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说修改宪法有界限 那我就听不懂了 你不是说我们是国民主权国家吗 我们国民行使了主权 我们说宪法要这样改 举例说 现在很夯的题目 台湾要不要独立建国 如果要的话呢 第一修宪变坑国号 第二变坑领土 那你现在说这个不能变 不能修 是这样吗 那我们国民怎么当家做主 是不是 如果今天在做的台 在全台湾有过半数的选民 认为我们要变更国号 有什么法律上的理由 说他不可以这么做 你不是承认我们是国民主权国家吗 我们都能递建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不能改变一个旧的国家吗 所以这个理由是不通的 那但是当时 因为人民的代表 代表人民去修宪 你不给他一个界限 尤其当时只有国民大会 独占修宪权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说我也赞成 我也不完全赞成 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可能会问几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我们大法官 现在499没有费 499还在 721也没有变更499 那么如果今天 我们刚才举的那个极端的例子 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者 他现在就不敢公投 那如果他有一天 当选的总统说 我从务实的台独者 一较睡醒 我现在决定要办 全民公投独立了 假定这样 然后真的修宪也过了 你认为大法官会不会跑出来说 根据499修宪有界限 你们这个修宪无效 我现在请问你们 你们认为大法官会不会这样做 会吗 你们也不表示意见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你们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我不懂 我还没有当家做主 这个理由不好吧 你总有一天要当家做主 你来上宪法课 就是期待充实你当家做主的能力 有一天你要真正当家做主 好 那么假定大法官 我认为这是不会的 我认为是不会 更不要说现在的大法官 是谁提名的 我更不要讲这些 我们都不要讲这个 我们就假定有一圈糊涂大法官 他真的跑出来 他说不可以 好 那我们人民修宪不成 我们可不可以自宪 可以吧 那就好了 所以你挡得住我吗 所以我说修宪有界限 实质上无法执行 你挡不住的 如果真的人民决定要这样子 你怎么你怎么挡得住他 我不修宪我自宪可不可以 我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公民 支持我修宪 我难道不可以有同样的人 支持我自宪吗 内容一样 我们重新搞一部新宪法 一不做二不修 可不可以 好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第四点跟第二点的关系 刚才说列举的基本权 跟概括的非基本权之间是没有固定的界限 是流动 然后又说呢 基本权是不能修宪 加以修改 那非基本权之所以不叫基本权 因为它可以修宪 它可以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两个说法中间有没有落差 不一定是矛盾 有没有不一样 你刚刚跟我说这两个可以流过来流过去 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个是可以修宪修改的 那个是不能用修宪修改的 那这时候有点奇怪 你的意思说 我不能在这里修宪修改 我先流过来就可以修宪修改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个理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破口 是不是 第二说是李正三大法官 是前大法官 那他是在他的书里面 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 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 这本书里面2005年里面提出来的想法 他的想法 他的说法很很很庞杂 我是帮他归纳的 我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我的归纳 但是这是我看完以后 我帮他努力做出来的归纳 因为他很散 他大概有这几点意见 第一点 盖划条管 他的目的是在补充前尺列举基本权之不足 没有列到的 但是有必要作为基本权的 之后用这个方法把它盖划 所以就像我上次讲的像是一个垃圾桶 像是一个捕漏的 通通通下面还有一个网子接着他的 这一点大概我现在要讲三说 第三说是我的说法 这三个人没有不同 第二点 必须要是不是属 必须是非属第二章明文列举的基本权 因为这是要件 非属以上各条所列举的 那这个是要件 所以这个三位老师也没有意见 第三 这是李正三教授的独创见解 他说你要主张这是二十二条的基本权 他必须得是基本权 什么样的权力能叫基本权 不是你说阿狗阿猫都叫基本权 他说主张的人要来举证 这个权力具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性 放诸四海皆准这几个字是我替大家的 就是说你要主张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是大家普遍都认为 应该是最根本的 好 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侵害性 inviolability 从而值得宪法保护 因为你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因为你非常神圣具有不可侵犯性 所以我们宪法值得宪法来保护 这就不是阿狗阿猫的权力 那你也可以换一个比较普通的话 讲是具有宪法保障价值者 好 这个呢就变成有趣的观点 那么请问什么权力是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不可侵犯性 从而具有值得宪法保护性 这是你要讲二十二条 你就要过他这一关 他有四关 第四点 大家三位老师也一样 需不妨碍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 好 这是第二说 叫做概括基本权说吧 这是我给他的名字 第三叫做未列举的根本基本权说 这是我的说法 英文叫做unenumerated 没有列举的 但是重点是在下面这个字 fundamental rights 它是宪法上的权力还不够 它更必须是一个根本的基本权 这样才行 老师当年要讨论 我们人民有没有 所谓政府资讯公开请求权 或者你要说 对于政府的并先的慢 人民到底有没有知的权力 这是有趣的问题 到现在还是 我的文章是2005年起 2007年发表 你可以仔细想想看 现在我们有一大堆奇怪的坏蛋 查无去向 结果你叫他公布 他说我们不能公布 你来公文 你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吗 我们人民是主人 你用了我们的公费 去进口这些鸡蛋 来了多少 从哪里来的 跑到哪里去了 你不要跟我们讲吗 你当我们是什么 笨蛋的吗 睡觉的吗 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睡觉的人 我们这国家睡成这个样子 如果人人都像老师这样上课 跟你们培养这种宪法意识 你就会当主人了 他敢糊弄你啊 他就是怕不怕你嘛 哎 拿公文来啊 没有啊 还没有完成呢 不知道啊 好 那这里呢 第一个问题先要讲 什么叫基本权 那在欧洲大陆讲的基本权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它是指的在某个法律体系当中 受到宪法积极保护的人权 所以实质上 基本权是指在文化上 法律上 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人权 你看我这样说明 你是不是就感觉得到 刚才李正山教授 为什么要那样讲 这是欧洲大陆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人认为基本权 就是在文化上 法律上 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权利 这是第一 实质上它很重要 第二 形式上说 基本权是宪法 上具有拘束力的规定 这个话呢 是相对于基本国策而言 基本国策也是宪法的规定 但是它没有拘束力 基本国策是宪法制定的人 自宪者 对于将来的立法者的指示 我们希望建构一个这样的国家 你们给我去定这一种 保护老人 保护妇女 保护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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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律 我不知道这个法律内容细节长怎样 但是我给你个方针 请你朝那个方向走 我们才是大同世界 但是它有没有拘束力 你立法之后爱定就定 不定就不定 什么时候定 哪怎么拘束你 基本人权 谁可以侵犯你的基本人权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基本权呢 有拘束国家所有公权力部门的效力 德国只有三权 美国只有三权 台湾也有五权或七权 不管你有多少权 反正公权力不能侵害我们人民的基本权 当基本权被侵害的时候 人民就有应该在宪法上有适当的司法救济机制 这个是诉论权宪法16条保障人民诉论权内涵之一 诉论权不是保障你有委屈去告别人 当然这也是诉论权的部分 我跟他打民事官司 可以 诉论权里面有个很关键的是 你如果认为这是我的基本权 基本权又不可侵害 那不幸被侵害了呢 那你不要给我任何救济途径 这叫做保障我的基本权 那说小话嘛 所以基本权16条的概念里面 是包含这个意思 我现在帮你们上课的时候 我帮你们补的东西是很多的 你们一直说没有学面 没有好好学 现在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你们要认真地把它学起来 不要说因为这个老师不一定会考啊 不要这样想 好 现在呢 讲的是欧陆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美国 刚才讲欧陆 现在讲美国 美国人呢 是把它叫fundamental right 但它的意思 跟刚才讲的欧洲大陆 讲的那个基本权 有点不一样 我们看几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叫Harbert versus Louisiana 1962年的案子 那里面讲说呢 the right implicit in tho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liberties and justice that lie at the base of all our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这一种权利才叫做基本权 我把它翻成作为无人 一切公民及政治制度 及时的自由与正义的基本原则 所隐含的权利 有些基本原则 它会隐含一些权利 而那个基本原则是非常根本的 有点像我们现在讲说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这个基本原则 这个基本原则是隐含的那种权利 这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案子叫做Pelko versus Connecticut 在1937年比较早先一点 它讲的说 是指秩序井然的自由概念 所隐含的权利 those rights 那些权利 implicit in 隐藏在the concept the order of liberty 井然有序的自由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 很多外国人在台湾不敢开车 尤其看到摩托车 吓死了 那你们敢不敢开车 你们还不是一样开车 你们会跟外国人讲说 你们不了解我们啊 我们这里有我们的生活秩序 跟你们略有不同 但是有的啦 是不是 不然我们怎么活啊 那现在这种井然有序的自由概念 所隐藏的权利 也叫fundamental right 好 所以在美国人所谓的基本权 只有实质意涵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凡是被归类为基本权的权利 不以列在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到第八条 俗称的人权清单 Bill of Rights 相当于我们宪法第二章讲的人民基本权利 人民权利 跟这个相当的 你没有列在里面 你也可能是 列在里面的也可能不是 再讲一次 没有规定在宪法第二章的 没有列在人权清 征修条文 一条到八条 所谓的Bill of Rights 人权清单里面的 你也不要灰心失望 你还是有可能是fundamental right 你就算列进去也不要高兴太早 你仍然有可能不是fundamental right 江江有听懂吗 最主要要看它的意义 好 那问题来了 那你们问老师 那老师你这样讲太玄了 列进去的可能不是 不列进去的也可能是 那你告诉我一个标准怎么判断 它到底是还是不是吗 你们跟我的头脑转到这里 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这样才表示你有读会 所以老师的文章 接着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 一个权力 有真实的权力 对于个人自主的重要性越高 它就越可能是fundamental right 这个权力 对于所谓的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或者叫individual autonomy 个人自主 对于个人做一个人 他能自主 能够让他自己做他的决定 按照他要的方式来过他的生活 对这个事情越关系重大的 它就越可能是根本的基本权 就是美国人讲的基本权 那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你们是已婚的夫妇 结果你们所在的一个州 有个州法 说你们已婚夫妇 不能够有别人来教你们实施避孕 你们也不可以用人为的方法避孕 你们觉得 这个是不是有点可笑 我知道这种法律 不会出现在台湾 因为台湾没有那么深的宗教影响 但在美国有很多清教徒 他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是上帝的旨意让你怀孕 你怎么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来避孕 所以州法律可以限制已婚夫妇不能避孕 也不可以有别人来教导避孕 美国联邦避孕法法院在1965年 Grisworth vs. Connecticut的这个案子里面说 某一些人权的条款 它的保障具有一种月半影或者一种月韵 它创造了隐私地带 隐私的地带 换句话说 这里它已经暗示你呢 有一些权利不一定是写在宪法里 但它很重要重要到影响到你作为一个人 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多一个孩子跟少一个孩子差很多吧 你要孩子跟不要孩子是不是差很多 那你不能决定你要不要孩子吗 尤其你们两亲结了婚 为什么不能呢 没有结婚的可能有别的考虑 听懂吗 那这个是不是影响到我人 作为一个人可以有的选项 那么其他的案子里面还有侵涉到呢 有同性恋的那些问题等等 那么在1982年的另外一个案子里面 它有一段另外的话 它说 宪法承诺 有个人自由的领域 一个领域是有个人自由的 政府是不可以介入的 而这个个人自由的领域的 这个自由的核心 听听看这句话 一般人写不出来的 是在于界定自我关于存在 关于意义 关于宇宙 关于人类生活奥秘的概念的权利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们做一个人 你们有没有权利来界定 你自己对于什么叫做存在 你的概念是什么 你自己可不可以界定 什么是有意义 什么是没意义 你自己可不可以界定 什么叫做宇宙 你可不可以界定 什么叫做人类生活的奥妙 你要赚很多钱 还是让你活得像老子一样 道法自然 一切无为 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上过老师的宪法课 我的宪法课在大学我上次讲过 第一节我会跟同学讲你们是新鲜人 你们现在要开始去做些什么事情 去思考一些什么 好了 刚才我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对于个人自主的理解 我刚才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个人自主就是个人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方法来过他的生活 但是讲的难一点 就是个人要有一个权利 自我定义 什么叫存在 什么叫意义 什么叫宇宙 什么叫人类生活的奥秘 讲得很深刻 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白话讲 你也可以讲的很有哲学味道 但这都是个人自主 好了 我先讲完基本权是什么意思 在德国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不一样 好 那现在我来讲我的二十 我认为二十二条是什么 第一 我认为二十二条是在补充宪法第二章列举基本权的不足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列到二十二条里面 一定要以根本的基本权为限 你如果不是根本的基本权 你是不能列进去的 必须要是fundamental right 也就是用我国宪法的术语来表示 大概是说 这个是表彰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核心价值 而且是为维护那个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宪法权利 才能放到二十二条里面去 所以我这个解释 某个意义上讲 吴根没有讲到这一点 某个意义上 跟李正三有重点 但是有可能比李正三还更严格 所以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听懂了 你们就问老师一个问题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把二十二条从严界定到这个程度呢 你一定有一些考虑吧 我的思考怎么可能没有考虑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第一 我认为基本权 原则上 而且主要是主观权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权力的主体 能够主张这个权力的人 取得一种自本于他的自力动机 我有这个权力当然对我有利 不然为什么要主张这个权力 我有权力如果对我不利我可以放弃吧 所以有权力的人通常会基于自力的动机 为了我好我会去主张 那每个人都为了他的权力要主张 所以就会使得各种基本人权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你们不要在这里做梦 以为宪法保障基本权 然后又照德国人的说法 说政府国家也有保障基本权的义务 你就以为基本权很安固了 No 你要懂得国家是怎么应付你 他干嘛要保障你的基本权 所以基本权是真来的 跟其他的权力一样是真来的 人有自力的动机 权力的主体有自力的动机 每个权力主体都有自力的动机 我们的基本权就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是我的基本考虑 我不相信那些鬼话 第二呢 至于以基本权作为国家客观法秩序或客观原则 从而客与国家以保护基本权之义务 这是德国人的说法 对于基本权国家有保护义务 是的 客与国家基本权保护义务的时候 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 当国家在履行基本权保护义务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些裁量空间 我们举个例子讲好了 我们是不是宪法第八条保障人民有 人身自由 一个人没有依照法定的程序 不可以被随便的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那今天有一个人 你的邻居 他说 你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今天半夜我要取你手机 那你就马上请求警察保护 警察有没有侵害你 没有 但是警察当你被侵害 你的人身自由被侵害 警察有没有保护你的义务 国家有没有保护你的义务 有啊 好 于是警察就出动了 来了多少人 层层包围要保护你 结果没有想到 你隔壁的邻居 他很厉害 他把墙穿了一个洞 找了一个洞 警察在外面巡逻 以为你的侵害是来自于外部 没有想到侵害是来自于隔墙 他找了一个洞 半夜真的取了你的手机 那你认为警察已经出动 但是没有达成保护你的任务 你认为有没有国陪 你要不要承认 国家在履行对你的 基本权的保护义务时 他仍然有一个产量空间 他努力去做了 你就得认可了 你不能要求他的努力 百分之一百发生效果 摆命也有一丝嘛 一书嘛 是不是 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要讲到基本权 你要想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 我比较担心的是 大法官可不可以透过大法官解释 宪法解释 自由地创造宪法的权利 在第二十二条 二十二条是不是需要解释 不管说有没有妨碍社会秩序 公共利益要不要解释 有没有列举要不要解释 那谁解释宪法大法官 那大法官就说我来解释宪法 这个也是宪法二十二条的 这个也是宪每个都是 好 当你解释完了以后 如果我们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 觉得荒唐 怎么有一个宪法二十二条 会保障这种权利呢 那你该怎么推翻他 理论上是有 请申请大法官 再解释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解释 申请大法官再解释 又大法官做一个新的解释 有的时候修正 有的时候推翻 有时候维持原有的解释 但是大法官如果不理你 不做新解释怎么办 公投 好 很好 你们有没有想要 对大法官的解释进行公投 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 七四八 七四八做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社会上有人赞成 我知道年轻人比较普遍的战争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 当时的法务部长叫什么名字 他到大法官 宪法法庭来 来延迟辩论的时候 他说他反对同婚 可见话 他说这在我们乡下 这会被骂死的 这个两个男的在一起 到底两个女的在一起 到底这要怎么叫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 不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是一种说法 而且有相当多人认为是这样 当时我们看到的民调 大体上是年纪越大的 越反对同婚合法化 年纪越轻的 像你们就越喜欢同婚合法化 对你们来讲 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高兴 你们的问题不是 我高兴以后有什么不可以 是我做了以后发生的事情 你要不要负责 你通常不负责 你们的问题通常是这个 不是什么不可以 是什么都可以 这可以以后 要不要负责的问题 然后城乡也有差距 越都市化的地方 赞成同婚的人比例越高 那么越乡村反对的比例越高 好 所以当时是有人主张 大法官的解释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要公投 好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为什么没有公投 有没有人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当时有四大公投 在七十八号以后 有四大公投 来你讲 随便举个例子 为什么他这样写 因为当时七十八解释的意思是说 那个民法的规定 他违宪 民法 你这样讲太快了 民法没有规定同性 二人可以缔结永久的 成立永久的生活关系 类似像我们还避免使用婚姻二字 没有规定违宪 不是说规定违宪 老师有一篇文章 讲七十八号解释的解析 我是参与七十八号解释的大法官 我在日本北海大大学去演讲 当时他们要推动同婚 他们非常有兴趣 台湾同婚是怎么通过 我去介绍 告诉他们 我们七十八是在说什么 里面有些什么妹妹咖咖 还有些什么地方 我认为做得不够好 还有哪些确实是有问题 可以讨论的 做一个大法官 那是我卸任以后 是不是应该要客观 还是做事我做的 谁可以批评 拿出去砍头 这样子嘛 你这样也要靠近 好了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要注意 都是在承认七十八的前提下 因为大法官有一句话说 我们要使这两个人可以做永久结合 同性二人 但是永久结合的形式 是由立法者决定的 你要么修改民法 你要么在民法当中另外立一张 要么在民法之外另外立一个法 比方说同性伴侣法 或者叫什么其他的法等等 有很多不一而足 大法官说这个我们没有限制 是你们立法裁量的空间 这件事情 赞成同婚的人把大法官骂死了 说你们为德不足 这件事情我不同 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大法官这个解释 好就是好在有这个 那这个详细要在那篇文章去讲 今天没有时间讲 好 所以是在承认那个前提之下 提的公投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 那里面的一个要件 干法官不能说也有这种可能吗 所以我们要提爱 我们说以后制定的法律 绝对不能在民法的婚姻章里面 不能承认同性 民法的婚姻章 婚姻 民法婚姻只指异性 至于另外要不要立一张 你们立法 但是这一张所谓的婚姻 就只能是异性的婚 是这样子 还有其他的公投 都是跟这个有关 但是都是在748 接受748的前提下 产生的 好了 回到刚刚同学的问题 对对对 就刚才我问那个同学的问题 对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 大法官如果解释不好 我们其他的国家机关 就不理他了 你这样讲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大法官的解释 有什么鸟用 我听懂啊 但是这个我们通常是看不见的 你说要崩头 你说要民调 民调 你看现在四组候选人 有高有低 而且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变化 你说要让全国民众都这样 这个基本上是很难想象的事 而且假定有又怎样 哪一个法律规定说 当全国民众不满意的时候 就可以不执行 你 这个基本上我现在问的问题 是一个法制概念 如果我们做了 法院做了判决 你就必须要尊重 法院判台北市政府败诉 台北市政府可以说 我们台北市市民 我认为 台北 好龙兵说 不是好龙兵 那个 蒋万安说 我代表台北市民 我相信 我台北市民选的 我们台北市民跟我立场一样 我们大家都反对 我不执行 那我们这个法制 就会瓦解 所以这个 这条路 我不能说一定不行 但是我很保守 我不太愿意接受这条路 因为这样很危险 反对的人都说 这样不行 所以他就不执行 尤其是各个国家机关 更乱 他们本来应该要接受拘束 就他们就不执行 带头起来反抗 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 你有一个回答 是可以勉强想一想 我们人民不能公投吗 好 这是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不是没有人想要 把它作为公投的内容 是当时的司法院 有人出来讲说 大法官结实不能公投 大家一听都吓死了 大法官结实不能公投 接下来伟大的中选会 先不要管他什么颜色 中选会说 大法官结实不能公投 所以你们只要提大法官解释 作为公投的标的 对不起我就不会通过 这个是个有趣的问题 请问你们 中选会 有没有权利 来审查公投案 能成立还是不能成立 听懂吗 他可以 他凭什么决定 你可以说我们联署人数不够 联署方法错误 等等等等 程序上 但是你不能说这件事 不能公投 你是谁 大法官啊 这个我现在讲这个话 有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你要晓得 公民投票 是人民 作为国家的主人 行使 集体行使国家主权 主权在民的表现 所以你是不可以随便 鸟事 鸟事公投的 他不是一票票投的吗 不是针对议题吗 就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议题不能投 什么意思 这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我们在你们不知不觉中 我还是要回到刚才那句 在你们不知不觉中 可能有很多事情 很多权力已经跑掉了 但我说你不知不觉 在我今天没有跟你讨论这个之前 你根本不会想这个事 你有想过吗 好 那第二点 第二个要件 他也是要不妨碍社会秩序 或公共利益 所以这三点 这个要件 我们三个老师意见相同 但是问题是 请问你如何 大法官如何认定 如何解释 有没有妨碍社会秩序 或公共利益 这个是很抽象的概念 这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 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 将来审查的时候 要怎么解释 第三 关于法律 对于没有列举的根本基本权 所做的限制 我们二十三条会适用 在这里面也会有 有一个权力 你认为是二十二条的 为列举的基本权 有一个法律 他说呢 我为了要 不要妨碍他人 权力之行使 或者是为了要维护社会秩序 或者要避免紧急危难 或者要增进公共利益 二十三条四个帽子 不管哪一个 我为了这个 我可不可以制定一个限制 事实上所有的基本权 多多少少都有限制 只是这个限制合不合限 那么如果有这种限制出现的时候 请问大法官应该怎么审查 在这里 老师的见解 是跟其他两个人绝对不一样 因为我的见解受到美国实务的影响 美国只要是最高法院承认这是一个fundamental right 是根本的基本权 那他就会用高标审查 高标审查就是你立法者要对他做限制 这个限制很难通过 基本上是不能限制 因为这个权力太重要 重要到很难限制 不能限制 那我在台湾呢 我看了 要用高标可能有困难 等一下开始讲以后 慢慢就会发现 大法官好像都只有用中标在审查 22号没有用到高标 真正用到高标的只有一次 最近加起来大概顶多两次 所以我认为 这点我可能有点修正 我会比较仅向于 大法官宪法法院要重严审查 用中标或高标 第四点 至于吴根老师讲的修宪 应循正当修宪程序以外 我认为是没有实质界限可言 最主要是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修宪 已经由公民直接参与了 所以我不认为 国民行使主权的行为 可以有界限 这是我的意见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说老师 你这个人非常liber 那如果有天独立了呢 那就独立吧 独立以后大家都死了呢 那就死吧 我们不可以大家选择去死吗 尊重你的选择嘛 所以吴根老师讲的 那个修宪界限 对我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要不要考虑的 不是在22条要考虑的问题 好 以上第一部分说完 第二部分 现在我略略谈一下 我们以后碰到案子 我现在心中在想 我要架构一个审查架构 大法官碰到这样 要怎么一个操作流程 一个SOP 第一 你主张说这是22条的什么权利 好 那我要先看看 你这个主张 你主张的这个权利 是不是22条的权利保护范围 比方说你主张这是言论自由 那我要看看 这个是不是言论自由啊 这里有三个可能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它已经在前面的课条 有被列举过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会是个问题吗 好 我来问你们 你觉得它不是问题 我来问你 它是不是问题 我们宪法有没有规定 人民有生命权 有还是没有 如果有会列在前面 没有啊 那你们觉得 它是不是应该列到22条 因为没有列举嘛 这是一种形式观察法 但是如果我的解释 就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宪法最重要的条文 通常会用很长的文字表述 具体的例子 在宪法第二章 就是第八条 你们上课以前的老师 第八条一定有讲到吗 难道有人第八条没讲到吗 不会吧 第八条下干乐乐等 为什么 因为它很重要 句号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详细讲 好 第八条保障一个人 不可以无端的 没有经过 没有理由 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 就被人家抓走了 消失了 不见了 关起来了 逮捕拘境审问处罚 它要保障人的身体 有基本的安全跟自由 那我请问你 当保宪法第八条 在保障人身安全 人身自由的时候 它难道不是以人 具有生命权 作为前提来保障的吗 那这条条文太奇怪了 那写给死人了吗 听得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所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 宪法第八条 当然包含了 承认人民有生命权 是以承认人民有生命权 作为前提 才来保障人身的安全跟自由 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 生命权可以透过解释 放到宪法第八条 就不能掉到二十二条 我这样讲有听懂 还是没有听懂 我现在已经说了两种可能 哪一种对 I don't know but 但是你要做解释的人 是不是要这样做 你们觉得老是这样子思维 是不是很细致 你有看过哪一个大法官的解释 是这样推理的 他通常都告诉你答案 这是宪法二十二条 没有跟你讲为什么 但如果我们要讲为什么 第一动 是要说他是不是二十二条 他是不是二条 第一个条件 是他要非列举 有没有列举要不要解释 怎么样认定 有没有列举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请念宪法十二条 大声一点 秘密通讯是在保障什么 你要跟老师玩文字游戏啊 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 只在保障人民通讯之秘密也 这样的文字都不会玩 你把颠倒一下 不是玩完了吗 所以你们果文很烂耶 好那既然在保障人民通讯之秘密 秘密是不是一种隐私 所以宪法第十二条 能不能解释为 我们宪法实际上已经保障隐私了 隐私就含在宪法十二条里 如果这样隐私权就不能掉在二十二条 而必须用十二条做基础 我讲话有听懂还是没有听懂 虽然两个基础他可能都走得通 因为隐私很重要 但是你说有没有列举 我只讲这个列举二字 所以你看 你说没有问题 老师讲讲就有问题了吗 是不是 好了再下来第二点 是不是不妨碍社会秩序公共利益 这我刚才讲过 大家都同意这个是要件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有没有妨碍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 第三点 是我的学说最关键的 这个权力的重要性 这个权力对于个人自主的重要性 他有没有到达根本的基本权 这样的位阶 普通的基本权还不够 他必须是根本的基本权 才能列到二十二条 这样做的结果 主要的是避免大法官把阿狗阿猫 这些不重要的烂七八糟的权力 通通塞到二十二条了 然后就变成宪法保障的权力 跟法律保障的权力 等于实际上没有差别 好 以上讲的是第一栋 审查的时候的SOP第一栋 第二栋 那么要确认细征的规定 细征的规定 比方说哪一个法 哪一个命令 里面的什么规定 这是你们最常见 或者是确定终局裁判 因为我们现在确定终局裁判 认识用法也会违宪 也要接受大法官的审查 对于我现在讲的最后一句话 听不懂的举手 老师说确定终局裁判本身 认识用法本身 也可以接受大法官违宪审查 我这样子讲说 他接受大法官的违宪审查 是根据什么 是写在哪里 是在宪法诉讼法新的 已经大审法被废了 现在叫宪法诉讼法 是在宪法诉讼法当中 新增加的一个诉讼类型 以前我们只能审查法规 有没有违宪 现在我们增加了 法院确定终局裁判 针对个案的裁判 裁判的本身 有没有违宪 也可以接受大法官的违宪审查 好 或者上礼拜有一个同学问我 是你们班上还是台大班 台大班的 有同学问我 173条 来 现在条文 看条文 你念171条 第一项 谁无效 所以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对不对 好 那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谁决定 请念第二项 所以你们平常看到的就是 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是大法官解释 因为大法官常常宣告 哪个法律违宪 好 请你再念173条 刚才是171 中间只跳过172 马上就接173 请念173 宪法制解释 由宪法又违宪法 老师的问题看你能不能回答 为什么 171条讲一遍 中间隔了一句话 短短的 马上173条又讲一遍 为什么 那你认为173讲的宪法制解释 等于不等于171条第二项的法律有没有违宪的审查 等于还是不等于 你们认为173跟172 171第二项是一样的吗 紫色的 他们只称的 他们说的是同样的事情 还是不同的事情 认为是相同的事情 请举手 认为不同的请举手 好 刚才认为不同的举手的同学当中 现在请回答 你可以自愿回答 那不同在哪里 171 先讲173 173的宪法制解释 它可能有点像 类似刚才在解释 生命权在什么时候保护一下 我们来解释说 宪法它的一个规定下面 它包含哪些权利 当然也包括22条的规定权 下面包含什么权利 就是我认为173的宪法制解释 那171之二项的话 就是在讲说 一条法律的规定 那他跟他宪法法律的 那个 那他法律规定 他有没有指出到宪法 那他们两个解释的东西 就不太一样了 你讲了这两件事 其实是不同的两件事 你171条第二项 是指说 我们作为解释的标的 什么东西被我们解释 是法律被我们解释 那你173条 你第二回答的那个问题 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什么叫做解释 就是我们 你不懂就来问我 我就来解释 那他解释的不是也是法律吗 如果你要回答 你要针对同样的问题来回答 我不能说你一定不对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 两个事情没有交集 一个是解释的课题 一个是解释的方式 方法 173条比较大 范围比较大 你给他画个大圈圈 这个大圈圈里面 包含了171条第二项 也就是说大法官解释 不限于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那我请问你命令 有没有抵触宪法 大法官不是也解释吗 理论上他可以不解释 但他也可以解释 那再问你 国家机关 行政院跟立法院 究竟要不要停止 新建合适 两个人意见不同 是不是会申请大法官解释 那这跟哪个法律有什么关系 新建合适有法律吗 停建合适有法律吗 有可能有 但是当时都没有 听懂了没有 机关跟机关的权限争议 是不是也是宪法解释的范围 那确定中局裁判 根本就不是法律了 它是裁判 这个个案行为 那你怎么说 他也可以解释呢 听懂了吗 173范围比较大 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以171条第二项的 法律有误为限作为代表 它是最常见 最典型的审查课题 但是不以此为限 所以173条 有单独另行 再次规定的必要 我这样讲 有听懂了吗 我想很多老师教宪法 根本不会跟你讲到这么难 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 背起来有什么用 那有了这个了解以后 下次我们讲到了 违线审查 那一章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 如果你去看老师的讲义 请你去看第九讲 第十讲 你就会发现呢 那里面就有很多东西跑出来 它的基础是这样的基础 如果你只有171条第二项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解释 通通都是非法 那些都不是法律 命令 还有其他的 你怎么把它拿来解释 听懂了吗 你不是172条第二项 跟173条 如果你画上等号 那你只能解释 法律有没有危险 其他你都管不着 它不是这样的 那这又牵涉到 违线审查 目的 那这讲的太复杂了 我就不讲了 好 那么第二点要做审查的时候 我们要确认 细征规定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看你是什么 很多一种 它的侵害 它是不是侵害了 宪法第22条 所保障的各种权利 或者是利益 这个各种两个字要框起来 什么意思 因为22条看起来很复杂 它不是单一的 它有隐私权 它有婚姻家庭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 包含说一行为不二法 一大堆 那请问你 你现在侵害了哪一个 你没有侵害他 那你限制他 就没有构成为限的问题 我现在一定有一个侵害 有一个限制 是限制到22条 所以讲限制 或者讲那个侵害是什么 你要把它找出来 如同今天 如果我们是在讨论平等权 那你一定要先说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 有哪一个做法 它是造成了差别待遇 如果一个案件 都没有差别待遇 你跟我来主张平等权 我说你是吃饱饭 没事做嘛 你要主张平等权 一定要谁跟谁比有差别 有个差别待遇 才来主张平等 那都没有差别待遇 你要主张什么平等 谁跟谁平等 哪里不平等 听得懂 我讲他的意思吗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照老师刚才讲的 层级化的 违线审查基准 这个事情 我有一个想法 刚才也讲了 我们要用中标或高标 那你要决定是中标还是高标 要分横几个动作 主要的是要考虑相关的因素 包含这个权力的重要性 侵害的严重性等等等等 这个权力的重要性或者侵害的严重性 是每一个地方都会适用的 你今天讲说你的生命权 身体财产权遭遇了什么侵害 我都要看侵害越严重 权力越重要 那你的审查基准就要提高 第四就是审查操作 这里大概分成两栋 目的合线性 以及手段与目的关联性 这都是宪法23条的解析 好了 这是讲到大体上 将来我们一定要 每个礼拜都会碰到的类似问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认定 才有办法来讨论 那今天第三个部分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什么叫做隐私 你们可能会吓一跳 因为隐私是最没有争议的 最可以认定 它一定是宪法22条 所保障的范围的 那至于是不是22条 或者是12条 这个是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我猜想你不会反对说 隐私是一个根本的基本权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 背景式的理解 我们之所以会讨论隐私权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形态 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 还有生活的整个的社会本质上 发生了变化 以前你所要担心的是你的邻履 邻居跟你的互动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得罪邻居 是不是中国有很多话讲 邻居很重要 那你一定要注重你在乡里之间 你看孔子讲的乡里之间的人 怎样怎样都讲这个 当时的社会 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有高科技 现在你面对的是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说 讲到要建设一个环形的公寓 如果要尽量减少 监狱里面狱卒的人力 然后我要狱卒一个人 就可以发挥到最大的监督效果 他就设计出来一个原型的监狱 你把那狱卒放在正中间 每一个监狱里面关人的门都是朝着你 所以你这样转一圈 每个人在做什么 你统统看到 没有你看不到的死角 你自己想想看我讲的听得懂吗 你这里放的东西 有哪一个房间你看不到 哪一个 除非你是不会动的 你只要会动哪个看不到 所以养一个狱卒放在正中间 这一排 这一层楼 每个关的房间怎样 你都看到 好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不是很像这样的社会 你们表面上说 老师我不告诉你 你以为你不告诉我就不会知道 听懂吗 你不告诉我 结果你今晚上网 就在今天晚上 自己在自己的脸书 骂唐老师骂一大堆 就第二天有人把你的脸书传给我 什么都知道 听懂没有听懂 以前要靠面对面的接触 而且小范围的接触 现在是五远福建 以前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说 你这个人流放三千里 发放到新疆去 到新疆以后你重新做人 现在你流放三千里 也没办法重新做人 因为大家还是知道你是坏人 只要起底你的资讯 网路一传播 你躲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样听懂了吗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两个特征 第一个过去 尤其是传统的宪法学说 是从天赋人权 这样子开始演进下来 是从人所谓的启蒙时期 认识到人跟上帝 其实是有区隔的 人是会思考的 开始人独立 有意志 人不是只有服从上帝 开始讲人的价值 人开始脱离了上帝 不是只为上帝而活 我只说只 你还是可以为 但是不是只有单纯为他而活 你最关心的会侵害你人权的人 是国家 是公权力的所在 但是现在你仔细想想 你受到的威胁 强制或者侵害 是不是来源多元化 很多事情国家没做 他透过别人做 像我们现在进口的鸡蛋 国家做的吗 国家没做 国家叫别人买了 只给你吃了 我讲话有听懂没有听懂 你不要再认为像以前一样 会侵害你的指示国家 这种想法就落伍了 你就网上了汤老师的课了 第二个 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 尤其是隐私的威胁 它是 是不是常常让你感觉的 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以前国家对你说no 比方说禁止你出境 堂而皇之 而且立即生效 所以你是感觉得到的 但是现在呢 很多威胁 尤其对隐私的威胁 是潜在的 你不觉得的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在网路上发表意见 结果遭到围剿 你们现在什么叫出征吗 小编出征吗 还是什么出征吗 那网军 对 还有什么卧草 出草 什么叫什么 什么草 我忘记 你们的用语 老师比较不熟悉 你们要多多灌输正确的用语 给老师 这样老师上课会比较有趣 那你因此 吓得你不敢在网路上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受到强制 你认为你的自由 有没有受到侵害 你本来想讲 我想这个讲出去不得了 这是少数意见 会被骂死 好不要讲了 有没有 再想想看 你要不要去买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或者你要不要开户 他就要你很多资料 有吧 这些资料你平常都不会告诉你爸妈的 但是很抱歉 这些公司他都拿得到 然后他都会告诉你说 你放心 我们保密的 你相信吗 你有没有接到很多奇怪的电话 谁会打电话找你 都是保密的人 承诺保密的人 泄露出去的 第三 现在最可怕的是 大数据 你的消费模式 基本上已经被大数据掌控 所以你会接到很多讯息 诈骗集团现在是对大数据的掌握还不够好 这再好一点 我看每个人都要上打 我要骗你 我是不是要坚持到你的弱点 我讲了有没有错 现在诈骗集团主要是骗老人 独居老人 他们有他们的弱点 但是话要说回来 他怎么知道他是独居老人 所以讲到这个就不能再往下讲 这个实在是不好听的话 有太多机关没有尽到责任 然后这个诈骗集团这么难破 怎么都破不了 你们有没有接到 一个早上好几个 然后你要注意你的爸妈 尤其他有钱的话 刚才讲的这些伤畏行为 有一个很糟糕的事 我把它翻成叫同质化的效果 很多东西就要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我们形成一个风扇 如果你跟风扇相反 你会受到抵制 如果你跟风扇符合 你会受到鼓励 他鼓励你拼命这样消费 吃麦当劳 越吃越多 给你越多积点 然后就越买越多 然后你就爱上麦当劳 其实麦当劳真的那么好吃吗 我觉得外国人没得选择 中国人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吃 你应该扪心自问 你是不是有很多商业广告 或者商业行为 他给你送什么点数 叫你怎样 然后大家广告都吃麦当劳 很优秀 可口可乐很棒 喝可口可乐会变聪明 我不知道讲什么 反正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无形当中 整个社会就同质了 趋同了 实际上的个人自由是减少的 你过去再没有这些大业广告 或者这些集体 所谓的集体压力 没有这种东西 以前你是很自由 你爱吃就吃 不吃就不吃 现在你不吃麦当劳 有可能会被人家是弱伍的 我不知道随便说 那我们之所以主张隐私 它其实是一种反弹 一种反抗 就在现在这个社会生托形态下 那么越来越多的压力 使得我要朝向 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方向 那个人选择的自由越来越少 我们就希望要保有 个人自由活动的那个空间 这是一种原始的 隐私的渴望 我用渴望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算第一部分 为什么会讲隐私 好 那么有关隐私的定义呢 很多 那现在我们就不讲 时间的缘故不重要 因为你今天没有时间了 我继续讲也讲不完了 跳过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隐私很难定义 所以历来要定义隐私 都很难成功 那么现在呢 没有 假如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隐私 很难捉摸 讲不清楚 所以就很难定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方法来处理 那我们问大家 你们为什么重视隐私 你们为什么认为隐私 是有价值的 有一个学者叫做Craig 他呢 找了六个理由 我们人们重视隐私 不外下面六项理由 第一个理由 叫做Refuge 就是我们把它翻成庇护所 他允许个人 可以在公众的监视下 可以免于公众的监视 可以免于受到社会的规范 可以脱离 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 我抖到我的庇护所去了 社会规范对我也不适用 这是你为什么重视隐私 重视隐私就是寻求庇护 就是不要再受到公众的监督 不要再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 同不同意 这是需要隐私 所以你仔细想一想看 人是社会的动物 你跟很多人互动 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 我想静一静 我要一个人 而且有些事情 我谁都不讲 我就是不要告诉 这就是Refuge 第二个 叫Freedom Privacy Prevent Interference in a Person's Act 隐私可以让你免于 你的行为遭受他人的干涉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你怎么干涉我 我满脑子都是坏脑筋 你怎么知道 我不讲 我假如保有不讲的隐私 你怎么有办法干涉我 第三 Autonomy 这很重要 自主 就是隐私 是鼓励每一个人 可以按他选择的方式 来过他的生活 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 可能对你们来讲 有点太抽象了 你们从来很少想到 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第四 Creativity 创造性 我们让个人 免于趋同 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样你才能鼓励 具有创造性的实验 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每个人不敢尝试 不一样 没有尝试 没有实验 结果大家都变得相同 那社会呢 本来是不一样的 你是你 我是我 本来就是不一样 那现在因为有很多外赛环境 包含科技 包含商业 使得我们越来越一样 那这个社会的多元性会减少 当然你会问我一个问题 说老师 社会是多元好 还是社会同质比较好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 我认为社会多元比较可爱 我的选择是这样 同质 太同质 就很无聊 没有什么选择了嘛 大家都长得一样 第五 隐私 一般认为是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这是我刚才讲的 一段时间以后 你为了维持你心理的平衡 你需要脱离大家 你需要寻求隐私 而且有些事情不告诉别人 你的心理可能健康比较好 好 第六 intimacy 亲密 亲密呢 也是大家寻求隐私的一个理由 你们认为亲密关系 有没有不隐私的 还是你觉得 这种亲密关系 它的本质就是隐私的 而且你一定跟某个人 而不会跟所有人 你认为你跟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亲密关系吗 那你一定是西门庆 太厉害了 听得懂吗 这不太符合人性 人只能跟某些人很要好 不可能跟每个人很要好 这不太符合人 你是一个人 你就是这样 好了 有这么多的理由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隐私这个概念 它具有多面性 英文叫做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不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隐私 但都跟隐私有关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relational nature 我把它翻成叫做相对关系性 我跟你可以讲 我跟他不讲 我跟你不保留这个隐私 我跟他要保留这个隐私 你们不管是姐妹他还是兄弟他 你们是不是说 这个不要告诉别人 我只告诉你 对不对 那是什么关系 就是我才跟你讲 我跟你不保留这个当隐私 我跟别人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讲 它是不是有种相对关系 所以这是隐私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呢 隐私 他为什么值得保护 他为什么本质上具有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 这就要扯到自主 自主的概念 我刚才已经简单的讲过了 那我现在来讲 就是每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过他的生活 这是最简单的自主定义 OK 那我现在来讲 自主的特征 一个人要自主 你可以听听看 你说 老师说 我不一定是一个自主的人 老师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 那你听听看 你有没有符合自主的这些特征 一个自主的人 当然 他是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要自己做决定 首先 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意志 You must have your own will 你什么都听别人的 你没有自己的意志 你没有独立的意志 你怎么说这是你的决定 笑话 这明明是你妈妈替你做的决定 你是妈宝 第二 这件事情 或者你要做的这个决定 是不是有很多个选项 如果没有选项 你根本无种选择 怎么说是你做的决定 第三 你有意志 也客观上有选项 那么你确实有行使过你的选择 好像我们说到例句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要例定一个作为你的志向 例本身就是一个选择 那你要真的做的选择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些东西有个前提 你必须要具备基本的理性 你如果不是理性的人 你能选择吗 你有自主吗 你跟一个职务人说 请你自主 他怎么自主 那你再回来想一想 我们法律里面规定 有成年人 有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就不让他做很多决定 因为他没有做自主 所必须具备的 那个基本的理性 我这样讲有听途吗 但是成年不成年 只是一个标准 成年之后 你有可能还是insane 你可能还是心智上司啊什么的 你还是没有那个基本的理性 好了 这样子讲的 听懂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自主这件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你个人的事 你个人按你的选择 做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样子讲 有一个问题 我们人是活在社会里的动物 你是要跟别人互动的 你的自主 过程当中 是免不了要跟别人互动的 所以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有一个学者呢 叫做Tyler 他说呢 个人的认同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社会对话的过程 它是一个 人的过去 和其他人的 一个对话的过程 你们有想过 什么叫做 个人认同 或者自我认同吗 那你要发展你的自我认同 Self Identification 我 我是个什么样的我 假如你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需要 个人 和其他的人 来进行对话 所以自我的认同 或者自主 它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事 但实际上不是 它是一个社会 它有社会的价值 它有社会的面向 好 这点要理解 然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它会牵涉到的 许多的面向 好 我现在说呢 我们说支持 每个人应该要有隐私 好 因为隐私呢 你才能自主 那这个就牵涉到自主 这个东西 它有一些细部的过程 我现在讲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的头两个 是一个内在的对话过程 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后三个 是一个外在对话 是自己跟他人进行的对话 所以要达到自主 有五个过程 好 第一 叫做internal authenticity 内在的真实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真我 有的人也可以说是自我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独处的时候 不在众目睽睽间处之下的时候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 这是不是内在的真实 但是那个内在的真实 你通常是在独处的时候 在拥有隐私的情况之下 你比较能感觉到 在非常嘈杂的环境里面 你要去找到内心真实的自我 是比较难的 好 以上是第一 第二栋呢 叫做个人的实验 individual experimentation 每个人有很多念头 你当乖宝宝当久了 你是不是有个念头说 我不要再当乖宝宝 那你有没有实验的机会 如果你有隐私 你可以问你自己 真的我 就是只能做乖宝宝吗 还是我其实有另外一个 很强烈的隐藏的我 他想要叫我做坏女人 坏男人 坏宝宝 坏孩子 那你需不需要两个之间 有一番挣扎 最后你才能确定 你真实的你是什么你 所以佛家说 你有很多念头 有很多妄想 要放下 不是指这个吗 不然念头妄想从哪里来 好 以上这两个是你自己对自己 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对话 第三个步骤 access to the self 表面上翻成呢 是对于自我的一种接近 实际上没有犯出来的话呢 就是隐私 就是要管制别人 管制他人 对个人 对本人的一种接近 为什么要保障 别人不能接触到你 是因为要给你有一个创造社会认同的机会 我要创造一个形象 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戴了面具坐在这个教室里 因为你们面对我 虽然我跟你们不是一对一 我是一对六十 但是你们还知道现在要在上课 对不对 那你跟我讲话是这样 那你想想看 现在你接到一个电话 喂 这个人今天是跟你有特别关系的 因为你声音突然变得非常轻柔了 喂 干嘛吵我 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 你们对不同的人戴上不同的面具 每天一直不断的在换面具 这是很正常的 你从小到大 社会化的过程中 你一直要不断的把自己塑造一个形象 让你的团体可以接受你 这是一种社会认同的过程 那社会认同呢 实际上就是让你有一种 在社会当中 在群体当中 呈现自我形象的那个机会 但这个机会呢 一定要是有隐私的情形下 你才有办法做 你们会认同说 唐老师是一个优秀的人 你们会怎么认同吗 如果我一切都曝光在你们之下 所以我一定要控制 限制你们能接近我 要限制你们接近我的管道跟资料 在这种私密的情况之下 隐私的情况之下 我才有办法形塑我的形象 泡到这里面 让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社会认同的问题 好 第四 刚才有讲过 亲密关系或者亲密性 intimacy intimacy的好处是在哪里呢 在每一个人 他的自我评价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我刚才要想做好人 我要想做坏人 我现在在很穷 但是我明明就看到路上有一包 人家遗漏的 遗失的巨额存款 包在一个纸包里 我要爸爸把它拿起来 像这种或者是你有些很重大的决定 你很挣扎 通常你是要诉诸你的亲密对象 跟他们分享 请他们知道 小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 长大以后爸妈就跟你不亲了 你会问你的相好去了 你的相好改了 你会跟不同的人讲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intimacy 这种亲密关系 是有助于你寻求解答 在自我评估的过程当中的困难部分 我现在就在犹豫 我到底要做好人 做到底 还是我偶尔也做一次坏人 我路不死一 我明明穷得要死 有钱的我还路不死一 笨蛋 我内心也是很挣扎的 那这种事你好跟别人说 你只好跟自己亲密的人讲 所以亲密关系 是有助于你 在自我评估的困难过程当中 寻求解套的 寻求指导的 好 第六 External Authenticity 外在真实 每个人管制他的社会关系 意思是 每个人要控制外面的人 能够接触到有关于他的资讯 越少人知道你堕胎 你的形象越好 举例说 或者假如大家都不在乎堕胎 那也是另当表论 假如今天在一个社群里面 那个社群是标榜性关系的复杂 越复杂越受尊重 那你要告诉别人你多待很多次 那不一样的环境 好 那你去管制 让大家不能接触到你的资讯 或者不能接触到你的某些东西 这个是有助于你的另外一个过程 你在外在评价过程的真实性 你们外面的人怎么看我 刚才不是说要建立一个社会认同吗 但是我需要确定 你们都是真心的 你们讲的话都是真实的 这样子反馈回来的社会认同才是真实的 反之 如果你们讲话都是不真的 那我是太笨了 我把你们的假话信以为真 并且来调整我的社会形象 那我是笨蛋 所以你看到 这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 孔子当然不知道 我现在讲这么复杂的 这个所谓自我认同的问题 这个自我认同还包含 社会认同的一个过程 对话过程 他没有想到这么复杂 但是他有一次回答弟子问他 说你对于人生的憧憬 愿望是什么 他说呢 少者怀之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你们觉得他了不了不起 他是平安的经验回答 年轻人应该有所依靠 老年人应该让他安心安顿 那么朋友之间应该讲究信意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 你觉得你跟别人的互动 有哪一点你能相信 从而你能修正你自己 或者你觉得你要抛这样的社会 建立这样的社会形象 或者是这种社会认同 那我们举个例子 你跟你的先生或者太太 结婚四十年 你四十年来 他们亲密的伴侣 对不对 但是四十年以后你突然发现 这四十年他都在骗你 他一直有个小三 或者有个小王 在这一刹那 你会不会感觉到 你这个四十年的自我 很不真实 跟你这么亲密的人 他没有真诚的 他没有真实的对待你 他在敷衍你 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你所认知到的每一件事 然后你投射出去的每个东西 你都开始产生怀疑 我不知道这个戏要怎么演 那个发现真实的人 发现他被背叛的人 是不是很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觉得你觉得 影不影响到你的自我认同 所以你还觉得自我认同 是一个个人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社会的事情吗 好 因为时间到了 我只讲简单的讲一下 所以说来说去 隐私真正的本质 就是一种控制 就是控制 好 那现在要控制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把隐私做成不同的分类 第一类呢 叫做 Decision of Privacy 我要控制决定的机会 我要控制这个决定 在我的手里做成 举例子说 你要不要多胎 你要不要生小孩 你要不要跟同性的人 长相失守 这个决定 不是别人替你做 是你做 那这就叫做 Decision of Privacy 听懂吗 这第一类 第二类叫做 Special Privacy 也叫做 Territorial Privacy 它是一个空间 也是一个领域的概念 举例说 每个人的身体 是不是跟别人 自然形成的一个界限 我就不是你 你就不是我 因为我们身体不一样 即使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 父母生了孩子 孩子就脱离了父母 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好 所以身体本身 是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空间隐私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 可以在你身上扎一根针 我只抽0.01毫升的血 这样也不行吗 好比九牛把一毛 小气死了 这个不是小不小气的问题 这是你没有我的同意 你侵入了我的空间隐私 又比方说我的家 我们在刑法上有侵入住宅罪 你的家就是你的城堡 这是西方人的概念 西方人认为那个家 就是一个空间的领域 空间的隐私领域 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你不能入侵 那我就不晓得 你们跟你们爸妈 假定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对不对 或者快要成年了 你爸妈常常没有经过你同意 就敲门进来 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甚至于你的信件 你爸爸都帮你猜去看一看 然后再给你 还给你上面批示 说要注意这个人是坏人 你们认为这样 有没有空间隐私 我讲话有听懂了吗 第三种 就是你们603号解释 看到的资讯隐私 有关于你的个人资讯 比方说你现在几岁 你有什么身体的缺陷 你有什么样的性癖好 你有什么样的病例 你现在财务状况如何 甚至于假如你有做基因检测 你基因检测的结果 这是不是都是有关于你的个人资料 你的成绩单也是你的个人资料 你的离婚记录也是你的个人资料 这个个人资料 你要跟别人形塑你的社会认同 你要把好的一面拿给大家看 你希望大家喜欢你 那你觉得你这些资料都公开 认为大家还会喜欢你吗 所以如果你要形塑你的社会自我 社会认同 那你是不是要控制这个个人资料 所以这是第三种 这叫资讯隐私 资讯隐私除了要掌握 掌握什么 掌握我要不要给你 要不要揭露 要不要提供以外 还包含我提供给你之后 我还有没有控制力 所以现在举例说 学校现在收集了你的资讯 他说为A目的而使用 他可不可以用到A以外的其他目的 这样就是违反了你的对资讯的控制 更不要说他没有经过你同意随便把它公开 那更不对 不过你要注意 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跟你说我会保密的 你放心了 尽管天然不会怎样的 然后你要仔细想一想看 你为什么会接到那么多奇怪的邮件 为什么很多人会知道你很多事情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讲 但是现代人又偏偏太爱笑 明明没事他就要在网路上写一写 以前人是唯恐天下知道 现在人是唯恐天下不知 所以明明没怎样 还要拍一张罗罩 还把它上传 你知道上传以后 你自然也找不回来 是不是 他传到哪里去你怎么知道 尤其是你自愿公开 而且放在网路里 那你就更不要怪别人 好了 今天讲到这边 下礼拜见